标把药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这个是药物的研发的过程当中的眼镜 那这个眼镜呢就是希望说 能够朝向越精准的方式去面对 那在第一代跟第二代呢 主要是譬如说我们针对EGVA的这个基因的突变 那我们后来知道说第一代跟第二代呢 对于EGVA的突变的治疗效果是类似 但是第二代呢它的药效再更强一些 而且它对于EGVA一些比较复杂的突变 它的治疗的效果会不错 那第三代的标把的研发呢是来自于 因为呢这些标把在使用大概平均一年之后 它会产生抗药性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抗药性的原理 是被清楚的研究出来的 那已经知道它的抗药性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再换另外一种比较精准的方式去对付它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第三代的标把 第三代的标把呢是针对当在使用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标把药物产生抗药性之后 某一种特殊的基因的短变突变的时候 用第三代的标把效果就非常好 就是当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标把药物产生抗药性的时候 它的抗药的原理有很多种 第三代标把只是针对其中的一种来对抗而已 当我们在一开始治疗病人的时候呢 这些抗药性的原理基本上它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使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它的差别性就没有那么的大 可是等到一旦它成抗药性 而又有这个特别的基因突变的时候 去用那个第三代的标把 它的效果才会最好 所以呢这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要精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而不是哪一个药比较有效 哪一个药比较没有效 不是这样子来看 当这个肿瘤没有出现这一个需要第三代的标把 去对抗它的把点的时候 你去用第三代的标把 不一定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我们到目前为止 比较遗憾的地方是 还没有一个药物可以完全治好一个癌症 所以呢我们现在渐渐的 比较有成就的地方呢 是把癌症慢慢变成是慢性病 那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希望病人能够活得越久越好 那既然没有一个药物可以让病人完全活永久的 也就是说他没办法根除掉这个疾病 所以呢比较好的治疗方式 就是要有布局的概念 接力的概念 因为呢这些药物包含化学治疗也是 以及现在我们有的免疫治疗 这个都是我们身上有的武器 那这个武器呢就要看我们怎么去搭配 那标把药物的治疗就是 最新的药物呢是很好用 但是不一定拿来当先发 那这个药物呢就像是我们在做棒球比赛一样 要做一个好的布局 好的布局呢我们可以把球赛打得最好 让病人得到一个最长期的存活 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治疗 麻烦徐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关于那个肺癌 他如果要完成或成功的治疗 有哪些关键 我们下期待的健康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